第274集 秋季八月十九日 埃帝下诏严厉谴责公卿说 从前楚国有紫玉得臣 晋文公为此忧愁地侧身而坐 近世有极案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 而今东平王刘云等 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 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 不能尽心职守 致力于察觉阴谋 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蒙发阶段的缘故 信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佑 世中驸马都为董贤等发觉以后 报告了我 是奸人全部付诸 书经上不是说吗 用恩德表彰善行 前封董贤为高安侯 南阳太守孙宠为芳阳侯 左曹光禄大副西书公为宜陵侯 此诱师坛爵位官内侯 又封傅太后同母亲傅政运的儿子傅业为杨姓侯 西夫公既蒙埃帝亲信就频繁进监埃帝延事 议论无所避讳顾计 尚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 百官为其口舌 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 埃帝派中皇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 送到了董贤和埃帝儒姆王阿的住处 执金吾 吴江龙上奏说 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 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 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攻击 天子的生活费用和靠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 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 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畏的消耗 区别公私已表示所行是正路 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 天子才赐给他们辅乐 汉朝边疆官吏 接受抗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 才赐给他们武库兵器 都是先接受军事军职 然后接受兵器 春秋之意 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 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为 削弱私家的力量 而今董贤等 不过是陛下亲近的弄臣 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 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 送入私人家门 取走国家的武为之气 供应他们家用 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 国家的武库兵器 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 所作不当 将是骄横剑阅 愈演愈烈 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 孔子说 雍跃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 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 埃蒂不高兴 不久 傅太后派业者用低价 买进了执金武官府的八个官奴币 吴江龙上奏说 买官币的价太贱了 请改用平价 埃蒂于是下诏给丞相御使说 吴江龙位列九卿 既不能匡政朝廷的过失 反而奏请与永信公争执买价的贵贱 忧伤教化败坏风俗 姑念他以前有安国的建议 便将为佩郡都尉 当初 成帝末年 吴江龙为贱大副 曾上密封奏书说 古代临选诸侯入京担任公卿 以褒奖功德 应该征召定陶王到长安 使他住在定陶王府底 以镇守万方 所以埃蒂念及他的这个建言 而宽恕了他 贱大副渤海人豹宣上书说 我见到孝尘皇帝时 外妻把持权柄 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 来冲涩朝廷 妨碍贤能之士的近身之路 混乱天下 又奢侈无度 使百姓穷困 因此发生了将近十次日食 四次彗星 这些危险父王的征兆 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 如今为什么反更甚于从前呢 现在人民的生业有七师 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 是一师 国家家重征收根付和租税 可责严酷是二师 贪官污吏借口为公 勒索不已是三师 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 贪得无厌是四师 颗粒横征滥发摇曳 耽误种田养残的农食是五师 发现盗贼村落鸣鼓市井 男女追捕青角是六师 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师 七师尚可勉强忍受 然而还有七死 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 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 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 盗贼劫财残杀致死为四死 冤仇相报残杀致死为五死 荒年积锦活活饿死为六死 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 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德 想让国家安定也实在困难 百姓有七条死路而没有一条生路 想要无人犯法废弃刑罚也实在困难 这难道不是公卿首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位 享受丰厚的俸禄 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 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 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 满足宾客的要求 为图个人监力而已 他们以苟且纵容趋役顺从为贤能 以拱手沉默尸位素参为明智 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 陛下把我从村府野民提拔成朝臣 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 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 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 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 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 是为上天像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 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 如同施鳩一世中 施鳩爱他的七个儿子一样 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 又衣衫褴褴 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 实在令人逼酸 陛下若不救助 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 为什么只供养外妻和弄臣董贤 给他们大量赏资 以巨褴来计算 使他们的仆从宾客 把酒当水 把肉当豆叶来挥霍 他们的奴仆侍从 都因而成了富翁 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再说汝昌侯富商 没有功劳却被封决 官决并不是陛下的官决 而是天下的官决 陛下选举之人不配受此官 此官也不应嫁给此人 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 岂不困难吗 方阳侯孙统 夷陵侯西夫公 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 强悍能够独立 这是奸人中的魁首 乱世祸中最为厉害的人物 应该及时罢黜 赤退他们 那些外妻和幼童 不懂儒学经术的 都应让他们辞职 去找老师学习 去找老师学习儒书 请塑造前大司马复喜 使他领导外戚 前大司空何武 师丹前丞相孔光 前左将军彭宣 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 而官位都高列三公 拱圣任司职 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 推荐人才 这些人都可为以重任 陛下前些时 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 就罢退了何武等人 使天下人失望 陛下对那么多 没有功劳德行的人 尚且能容忍 难道就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 治理天下的人 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 作为自己的心意 不能光图自己高兴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报宣的措辞 严苛激烈 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 而优待宽容了他